9月18日,反战电影《黎明之眼》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上世纪90年代导演吕小龙两部聚焦二战时期未安复悲惨命运的反战作品曾引发巨大反响。 20年后,由他指导的新版电影《黎明之眼》即将于918纪念日后开拍。 值得一提的是,女星郑佩佩和女儿袁子慧已确定加盟该片,因而《黎明之眼》将成为郑佩佩母女首度合作作品。 首度与女儿合作,郑佩佩也是异常兴奋。 该剧除了郑佩佩母女确定加盟外,也是拟邀了邓超、吴秀波等大腕来为影片宣传造势。 对于大牌加盟一事,老牌影星郑佩佩却唱出了反调,表示只要剧情动人,无需大牌加盟。 我一直跟导演提议,我说这个戏需要的戏,需要的真实,并不需要大明星。 我觉得是这个戏来感动,来感动大家,而不是用大明星来捧着的戏。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